刚才我们讲了极大无关组的几个定理 其中第二个定理 告诉我们极大无关组可以通过扩充的方式来得到 比如说这是一个向量组 我要求它的极大无关组的话 我可以这样做 先把极大无关组找一个非0向量 比如第一个向量就是非0的 把它找出来 然后把α2填进去 看看是不是线紧相关的 显然线紧无关的 因为它俩不成比例 α2填进去了 可以 然后再填α3 这时候你就要判断了 这三个向量是不是线紧相关 线紧无关 你就要判断一次 如果线紧相关扔掉 线紧无关保留 然后再填α4 一直填完了 就得到一个极大无关组 但是每一步填 你都要判断线紧相关性 线紧无关性 所以那种方法是比较麻烦的 下面我讲一种 用触动变换的方法 会更简单一点 就是这些四个向量 虽然很难判断 如果把它变化一下 变成更简单的向量 它的极大无关组 以及线紧相关 线紧无关这些性质 可能更容易判断 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用到了 这种做法了 我这里把它总结一下 其实就是把插 把所有的这些向量 作为列向量 排成一个矩阵 第一步 先把所有的列向量 所有的向量 作为列向量 排成一个矩阵 然后再对这个矩阵 做初等航变换 其实我们可以很明白 很容易想明白 一个结论 就是初等航变换 不改变 列向量 之间的线紧关系 这句话是我们做很多运算的基础 就是原来这些α1α2α3α4之间 有一些组合了 先行组合了 先行表示了 先行相关 先行无关 甚至我们极大无关组 通过初等的航变换以后 虽然列肯定都变了 变成另外的列向量了 但是这些关系都保持不变 为什么呢 比如原来有一个 等于某个向量币 这样的先行关系 等于0 组合出0 先行相关 先行无关 组合出0 先行相关 先行无关的话 假设原来是先行相关的 那就是有一些k不等于0 那把它变换以后 把它做一些触动变换以后 触动变换 无非就是把某一行 乘一个背数 一行的一个背数交到另一行 做一些交换 这样得到的 这原来是一个 其次先行方程组 做了一个变换以后 还是这个同解的 跟这个原来 其次先行方程组解是相同的 所以这些k呢 不会改变 因为它是先行方程组的位置数 我做一些 先行方程组的一些 航变换以后 显然不影响最后这个解 所以原来是先行相关的 做完以后还是先行相关的 原来先行无关的 做完以后还是先行无关的 那原来的质是多少 做完以后还是质是多少 原来的可以先行表示 做完以后 还是可以先行表示 因为这些表示的系数 在先行变换下 触动航变换下 说错了 在触动航变换下 是保持不变的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大点的 对这个A 做初等航变换 注意不能做列变换 必须做初等航变换 把它变成尽量简单的形式 最简单形式就是把它变成 最简单阶梯形 变到阶梯形还不够 把它变到最简单阶梯形 比如这个 我就可以把 怕变成最简单阶梯形 第一行不变 第二行显然是减去第一行的两倍 或者第一行乘以负二 第二行 把这个四的位置变成零 负一负一负一 同样 第一行乘以负二 乘以负一 加到第三行 可以叫零负一负一负一 第五就把两行画成一样的了 所以最后一行非常好画 再下一步画的时候 二 一 二 三 零 五 一 直接变成零就可以 但是这个还是阶梯形了 没问题 但是还不够简单 我要画成最简阶梯形 所以呢 我再来 把这个一 所在位置变成零 把第二行再加到第一行 二 零 一 二 这一行 加到 这一行 第二行 我可以把这个负一 提出一个负一来 就除一 都乘以一个负一 这个还不够 这个还不是最简单 截地形 因为最简截地形 它的首元应该是一 所以我再把它 第一行再乘以二分之一 再画一步 第一行变成了 一 零 二分之一 一 第二行 零 一 一 一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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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不能再简单了 这是最简单的阶梯形 这个变成了 得到这三个类相量 我们把它继承β1 β2 β3 β4 这个相量组 就新得了β1 β2 β3 β4 这个相量组之间的线性关系 非常非常清楚 明显 最后一行都是0 不用管了 就是1001 这两个就是极大无关组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都可以被他俩 线性表示 这个也可以被他俩 线性表示 而且他俩之间是 线性无关的 你很容易看出β1 β2 是极大无关组 新得到相量里面β1 β2 是极大无关组 我们刚才说了线性变换 触动行变换 触动行变换不改变列相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所以β1β2 是极大无关组 原来相量α1 α2 是原来的相量组 极大无关组 这一步作为过渡 你就可以不写了 不要写它了 实际上就是 求出来这个以后 这些都不用写 求出来最后的化点结果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说 α1 α2 是极大无关组 我是从这个得出来的 虽然得出来是β1β2 但是我说过这些组合的系组 是一样的 如果β1可以组合出β2来 可以组合出其他来 α1α2 也是类似的 所以你直接说α1α2 是极大无关组 就可以了 而且 如果让你求出极大无关组以后 还要你把其他 不是极大无关组的向量 表示成极大无关组 那也可以 比如我可以把α3 表示成α1和α2的形式组合 如果直接在这表示的话 很难 但是画完了以后 β它的表示 很简单 这个航面换 又保持这种表示 所以你直接把β的表示 套到α上 就可以了 所以α3 就在这里 直接写β3就可以 它得1分之1的 本来是β1 所以写成α1 加上α2 就是这个1 跟它这个1 同样 α4 也可以写成1 就是1倍的α1 加上1倍的α2 这样我们就把原来的 比较复杂的问题 一下变成了一个 特别简单的问题 这就因为初等航变换 不改变线性关系 原来是什么线性关系 变成β以后 还是什么线性关系 我反过来 我就用β的线性关系 来表示原来线性关系 这样就把这个问题 很简单的就解决了 关于其他无关准的 我就加这么多了